字幕 李宗盛 好 所以我非常非常緊張 我覺得去華府實習跟上創人物舞台 創人物舞台大概難個十倍吧 好就是在一開始我要跳下一頁之前 我想要先跟他講一件事情就是 接下來的這個我又把他稱為是分享 主要是因為我只是單純想要講去年 我在美國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這件事情我知道 因為有很多人剛好聽很多介紹 有很多人去過出國實習 然後也有很多人有實習經驗 所以我相信這事業上就是比我有故事人 還要多太多了 所以我主要只是在講說 我在尿的生活裡面得到什麼樣的收穫 那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之後再來找我就好 好就是這是我 然後就是實際上我今年六月才剛畢業 然後我畢業於台大哲學系 然後就是現在目前是畢業不到三個月的職場菜鳥 然後正在上班當中 然後因為剛剛大家自我介紹都用三個關鍵字 然後我也放了三個 就是不安好奇跟服務整夜 聽起來都是很負面的單字 好就是因為其實我個人還滿容易聊到不安的 例如說我現在非常非常緊張 那其實我在生活的每一天我都非常非常不安 因為我就會覺得很不安於現在 就覺得怎麼辦怎麼辦 我是不是應該做點什麼怎麼辦 就是停不下來的那種人 那因為我本身很好奇 所以像剛剛提到的Cocera啊 其實我也去上過課 然後我甚至我是幫大家改分數的助教 好然後就是像這個之外 然後其實我就是端過盤子啊 在展場賣過電腦啊 就是我只要覺得很不安的時候 我就去做很多事情 然後這些事情就牽連到我的好奇心 那也導致我本身是一個很不顧正業的學生 就是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嗯?為什麼哲學系要幹這個東西呢 就不是應該好好去算命嗎 沒有哲學系沒有在算命 你先先釐清一下這件事情 好就是這個喔沒有擋住 就是2014年8月26號 這個是當時我在飛機上拍了一個 那時候我快要降落華盛頓第一 就是華盛頓特區 我一直不知道怎麼唸他 就是華盛頓特區 那其實我落地的隔一天 我就要開始上班了 所以那時候我非常緊張 然後那時候飛機時程是15個小時 然後我完全睡不著覺 然後那時候是快要落地的時候剛好 因為我那時候坐的是紅顏飛機 如果大家都知道這什麼東西的話 所以一過去的時候應該是早上 然後那時候是快要降落的時候的日出 然後我在飛機上排下來 然後我看到這一幕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哇我就是新的生活要開始 但我非常緊張 因為在前一天的時候 就是在我去機場的前一天 我才收到我未來的實習主管 記憶封信跟我講說 嗨阿體我們都很期待你的到來 然後在CSS工作 就是我的實習公司 我等一下會介紹到 就是在CSS工作 請你拿出200%的努力跟衝勁 因為這一份工作的難度會是200% 這樣子我們叫人家在飛機上睡得著 好 就是我原本期待是這樣的 就是就像最近有很多很紅的電影 例如說高年級實習生 例如說之前有實習大叔 或是穿著卡拉爾夫 就大家都會在海外實習的時候 騎在你一個很漂亮的辦公室 然後甚至還有很好的主管 然後你就遇到一些小小的任務 然後所有人都主角威能 然後就不管這個任務有多難 然後大家就會就完全 就是解決掉一切的事情 然後你的成長曲線就啪啪啪啪 然後就一直往上飛 事實證明不是如此的 就是我生活一直都在一片混亂當中 在過去在美國的半年裡面 就是認真的一片混亂 我有非常挫折的事情 就是我曾經還記得 就是我在上工的第一天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我的老闆跟我說 罷我 我還沒介紹到我做什麼工作呢 好 那我等一下一起再來講這個故事 反正總的言之 就是我一直在很混亂的當中 然後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挫折 其實看剛剛那種很優秀 很優秀高潮的跌起的故事 都是在電影跟小說的劇情 絕對不會在現實生活中發生的 所以我一直到回來的 前一天我都還在挫折裡面 但是在這樣的挫折裡面 我到底收獲到了什麼 我覺得那個是 我更想要分享給大家聽的 好 所以 然後在美國有非常多networking的場合 然後人家就說 欸 你看起來就不像美國人啊 那你為什麼到美國來 我說 喔 因為我來實習啊 然後這個下來就是 那你做什麼工作 我就說我是CSIS 就是這個地方的多媒體實習生 然後這時候大家就充滿各種文化 就是你到底在講什麼鬼東西 好 CSIS是什麼呢 Center for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相信我 一般人絕對沒有辦法唸錯 因為我唸了十幾遍了 然後中文是 美國華府戰略紀國際研究中心 他也很長 然後一樣就是有看沒有懂我理解 因為我Google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幹嘛 那他本身是一間智庫 所謂的智庫就是我們在那一個機構裡面 我們有非常多的研究學者 政治人物 甚至是一些 例如說已經退休的 嗯 眾議院或參議院的議員 然後還有一些 呃 怎麼講的 企業組 然後他們本身會針對一些國際 現在在發生的一些事情進行研究 然後這些研究其實是很有影響力的 例如說在幾個月之前 蔡英文剛好也到了CSX去一趟 就我的前東家 去發表一個演說 然後當時在台灣一直有新聞稿出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觀測到 然後當時其實那個演說 他影響到什麼東西呢 例如說他針對台灣2016的這個總統選舉 會造成兩岸怎麼樣的情勢改變 所以大陸人可能他們也很想要認真的去看說 那到底這個研討會的結果是什麼 那有沒有可能台灣人 有一些台商他可能也觀測說 這些事情會不會影響到經濟局勢 那例如說可能台灣政府本身也在等說 到底那個研討會最後會有造成 什麼樣的政治的動盪 或接下來的風險在哪裡 甚至這本身的研討會 也有可能給聯合國或是美國壓力 說他必須要發表一個對中國 或是台灣的一個聲明 這些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其實他影響到那一筆 想要裝好多很多 但是因為台灣本身 沒有太多人有智庫的這個概念 所以我先解釋一下 我們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那CSX本身是在世界排名第一名的智庫 就是在國際研究局勢裡面 也是世界排名第一名的 也因為他世界排名第一名 所以蔡英文算小咖 因為我們剩下的接待的人 都是非常非常大咖的世界首相 我看過北克爾 我也看過他在競賽 然後我看過新聞值的總裁 就這類就是 反正一個禮拜會來兩三次 反正就見怪不怪 好就是不好意思 因為我可能動畫設計錯誤 然後這就是我們辦研討會的情景 就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參與的人會非常非常多 就在美國這種研討會是非常非常多的 然後其實涉及到的人很多 你可能坐在底下都是參眾議院的這種議員 那本身就是還會有很多就是說 在這個領域裡面的學者 他們都會來聽 可以放在下一張嗎 那 就 對 這樣我的工作是什麼呢 我是在對外部門關係底下的多媒體實習生 那多媒體實習生要做的事情就是 一 你必須得架設很多的攝影機 就是你是常有四五個角度 四五台攝影機 然後去錄製當下研討會的那個現場 因為這個 這個研討會本身 我們是要把它產出成多媒體產品的 下一張 那另外要負責的事情就是網路直播 這個就是網路直播 就是 因為同時在那個情況的當下 一定有很多人在關注那個議題 所以我們不可能就是 那個研討會當下 可能就僅兩三百人 聽完就沒有 我們一定是錄製 然後同時還有網路直播放到我們官網上面 所以同時你要有四五台那樣的攝影機 然後同時你還要監看這個網路直播 下一頁 那這個畫面可能有點不清楚 但它本身是一個記者 然後這邊有一二三大概四五台大炮吧 那其實要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必須得連線地方的電視台 所謂地方電視台是什麼 是CNN這種電視台的 Washman Post 那因為他們必須要以我們研討會的內容 可能發表明天的新聞 就是這一類的東西 那我曾經合作過什麼呢 CNN BBC 韓國的SBS SB SBS KTS跟MBC 然後日本的富士TBS 然後中國的央視 很不幸的我沒有看過什麼台灣電視台 所以我們就知道為什麼現在新聞變這樣 好 然後例如說什麼 就是有時候在他們新聞裡面 會有些連線什麼 連線專家訪問的那種東西 如果大家有看過美國的那種新聞的話 那這種連線專家訪問 也是在我們攝影棚做這些事情 然後這也是我們自己的攝影棚 我們就要錄是那種新聞的連線 然後這個看起來就是一片混亂的這個 他其實在錄的是廣播節目 這個是廣播就是這個人他這個戴的耳機 然後所有人的麥克風都牽回到這台小機器上面 那這個其實是在錄一個廣播節目 然後錄完之後會有就是 他不是直就是Live放送的 他是錄完之後 然後不會做一些後製之後 要放上網路上或給人家訂閱的 只是廣播節目下一個 然後這個下面看起來有點爛爛 因為我們只錄到上半身 所以就對了 然後 就是這個是就是攝影棚內的人物專訪 那通常因為有些大咖來 所謂的大咖就是例如說像 首相這種等級的大咖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請他針對一個議題 發表一個兩三分鐘的highlight的interview 那這種東西的話 我們也會把錄製成就是一個小的片段 那這個地方也是在我們攝影棚進行的下面 然後剛剛講這一大就是有的沒跟多媒體相關的事情 我們還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編輯跟整理 就是所有的東西呢 你都必須把他剪輯剪輯剪輯各種剪輯之後 然後發表到網路上面去給大家知道 CSIS又發表了一個 什麼議題的一個多媒體產品 因為其實這是一個從就轉型的一個的階段 就是過去在製作的時候 很多他們出的都是那種書面的研討 就是研討會的東西 可是其實那個已經沒有人在看了 那其實現在大家在意的是說 我能不能在通勤的時候 在地鐵上聽那種podcast 我能不能直接就是看現場直播 我不用飛到現場去 或是我能不能定期就是看他們一些 紀錄報告就好了 所以這是當時一個轉型 那我本身就是在多媒體部門之下 幫忙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主要負責就是我是影片主要剪輯師這樣子 好然後這個是當時就是我老闆拍的一張照片 就是其實我剛剛講的就主要是我在做什麼 然後其實在這段過程中 我真的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 人 然後例如說 然後我見到了安倍晉三 我見到安倍晉三他老婆 然後我見到西文哲的總裁 我見到了澳洲賢總理庫克文 然後工黨現在的領袖 然後我也見到了維京集團的總裁 兼創辦人Risha Branson 然後例如說 季辛吉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就歷史可不可以看到他 然後Kissinger 就是他之前的諾貝爾和民黨得主 然後現在的資策顧問 然後我也見到一些外交部長 各種各種各種美國國際局局長 就是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我每天都很興奮 然後就想說 耶他明信一樣 然後每天都把它拍下來 然後到後來的時候就懶得拍了 所以沒什麼照片就給大家看 因為已經習慣這件事情之後 就見怪古怪 那 好不要理他 那我們就 其實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每天在接觸的都是這些大人物 我後來覺得 這件工作對我來講影響最深的是 我遇到了一些我一生都在 也不會遇到第二次的人 現在的我是個正常的上班族 可是沒有人會想到說 我在去年那一段時間裡面 我遇到的這些人 我是直接跟他們互動的 我親自的 我要親自的訪談他們 幫他們set out 所有多媒體相關的東西 幫他們別麥克風什麼之類的東西 但大家也不會知道說 我在當時 我當我整理好這些 就是簡直這些騙動完之後 我一公布上網站上 是幾十 網上是幾十萬幾百萬人 在看我的東西的 那個影響力之大 其實是超乎你的想像 那同時你的壓力也非常大 因為你今天一個email 轉到的地方是CNN 是The Washington Post 甚至是各國大使館 你一個小小的tepot 就已經不是小小的tepot囉 因為你有可能影響到的是 非常多看到的人 那你接下來 一種不可能說 你今天寄一個錯 都會給人家 然後還要人家發道歉 歧視給他的讀者 因為他一定會來告我們的 對 所以其實在這樣子 非常高壓的環境之下 我最常被問到的問題是說 那你怎麼去的 你做了什麼樣的準備 你為什麼可以做這件事情 那其實我的回答是 我完全沒有準備好的一天 我從來沒有準備好 我一直一直以來 在這段時間裡面 發生非常非常多的挫折 我還記得我在unboard第一天 那時候我才剛到公司兩個小時 我還分不清楚 到底我們公司三個男生 誰是Paul 誰是Peter 然後誰是什麼鬼東西的 完全 就我才剛到那邊 然後我就一下子認識了 整棟大樓所有的同事 可是我根本搞清楚誰是誰 那在這個時候 我老闆就跟我說 欸 阿喜 你可以幫我做一下這個網路直播嗎 這個活動網路直播 那時候我才剛到辦公室兩個小時 然後我就說 網路直播要做什麼 他就跟我說 很簡單啊 就是今天有人講話呢 你就把攝影機這樣對著他 然後給另外一個人 你就把攝影機換攝影機 然後記得把字卡放上 就是這個人在講話說 現在那個字卡要換掉 然後我就說 OK 聽起來真的很簡單 我說我一定可以做好 然後後來我就被賣到臭頭 為什麼 因為我在發現在那個研討會的當下 就像我剛剛講的 那個研討會 一場研討會有四五台攝影機 你根本會問誰是誰啊 他就說 OK 我們現在來把麥克風給 例如說Anderson 然後你就想說哪一台攝影機 對是Anderson 然後就每一台都動動看 然後就發現那個 就是直播的畫面 就一直晃來晃去晃來晃去 然後後來我就被賣到臭頭 可是他不會在你剛來兩個小時 他覺得我當時害人你進來 不是就是你要做好這件事情嗎 我也曾經在上工一個月 就一個月內 然後就被我部門大主管說 阿Ki 你到底聽不聽得懂 我現在英文在講什麼 邊緣給我來講挫折超級大 因為我不是一個英文很差的人 對 他直接問我 我今天問大家 大家知道 廣錄直播的用語嗎 你今天知道背景跟紅燈 就ADC三燈的差異的英文是什麼嗎 你們知道錄製廣播的 音源線的差異是什麼嗎 二口跟三口的差異是什麼嗎 這些英文我根本一個都聽不懂 可是我卻想辦法背 然後到現在我知道在攝影棚裡面 我要怎麼處理就是ADC三燈的佈置 然後怎樣那個人的光影不是正確的 這些都是從頭開始 然後是被罵出來的 好 那我想要分享一個 就是之前在澳洲 什麼最夢想的工作 還是什麼東西的一個title 有一個人叫謝忻璇 他CC要講的話是 去想做不到 去做意想不到 就是當時我的位子 為什麼我要講這件事情呢 就是我們當時就是 這個時候是我們去訪問 我們必須在作業裡面 我們必須要去訪問一個人 然後我們當時就訪問一件 很容易訪問到的人 因為這是為了要交作業 可是當時旁邊這位失大的女生 她讓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她說說如果要去訪問的話 就一定要訪問到一個 平常完全沒有機會去訪問的人 我說你要訪問誰 她說她一定要訪問到駐美大使 我們這四個王安全 就是莫名其妙跑到那邊去實習的學生 我們一直記信 然後大使就說 不是大使說 就是她在辦公室就說 我怎麼可能有空管你們這些小丫頭 不可能 然後於是我們就一直記一記 就後來輾轉發現 另外一個台北大學學姐 現在在大使館工作 然後後來就各種各種各種 然後穿線之後 大使說OK我給你們20分鐘 就是我們就從DC坐到螞蟻蘭州 就為了訪問她的20分鐘 可是到後來我們這時期去的時候 我們跟大使相談勝歡 大使為我們推掉了三個 接下來見家賓的時間 就是見貴賓的時間 後來我們跟她聊了兩個小時 這就是一個收穫 其實在那個時候 我後來回去想的是 當這個司大女生跟我說 她要訪問駐美大使的時候 我們上次上課的人說不可能 可是你去做 你才會知道什麼東西叫可能跟不可能 好這是另外一個 就因為跟大使館結下這個緣 所以後來我們就是在這個機構裡面 做一個就是Country Boots的活動 就是我們要如何推銷台灣 那也因為這樣是我們就拿到了 很多小國旗啊 旗刊啊 甚至還有一個就是跟人 比人比我還要高 我會覺得我已經算高了 但比我還要高我就會看反 就是這東西是 完全你平常四個台灣女生 不然你能做什麼 當你要推銷到台灣的時候 你怎麼不可能每次都叫我們 跳原住民的舞蹈 而且我們還不會跳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是你去做之後 它其實帶來連帶的影響 是非常大的 我們會有很多的收穫在這個地方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覺得在美國學道 是World-like balance 就是大家都會 在台灣學生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是大家都覺得睡覺不重要 反正少睡一小時 少睡兩小時我可以拿來工作 然後大家會覺得 OK 我做更多事情了 這件事也還滿可怕 那對我來講 懂得生活比懂得如何工作還要重要 這是我在美國學道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為什麼 這是我們公司的那個 Chinese Food Party 雖然它不是很好吃 但還是很歡樂啦 然後這是我們那個時候 現在很應景 因為下個禮拜是南瓜 那時候我們公司 就是一年一度磕南瓜大賽 然後這是我每次就是在辦 那種網路直播研討會的時候 我都一直摸摸去旁邊偷東西吃的畫面 然後我就把它拍下來 然後這是我們Happy Hour的時候 就是我們公司會固定辦Happy Hour 然後就發現平常這邊都堆買 大概什麼器材啊 研討會的資料啊 然後全部整排撤掉換成啤酒 你知道這有多excited嗎 就是超級興奮 好 然後這是我們那時候萬聖節的時候 發現故事莫名其妙 就是臨時很高級的辦公室 然後多了一大白色的網 然後超煩的 因為我鼻子過敏很嚴重 然後我經過這邊都會一直打分體 然後 對 就是很明顯是一個 這不是我的辦公室 辦公室剛那一間 那這次我朋友傳給我 就是 誒 今天萬聖節 然後我說 為什麼會突然講 他說 因為我進去之後 發現我同事變這樣 這就是一個world life balance 就是 不是只有工作而已 你要自己懂得在生活裡面去找點兒子 這才是很重要的 然後最後我要講的是那些 就是最重要的那些小事情 為什麼我要講這件事情呢 這是我的主管 然後 他是CNN的當家主播 然後做了二十幾年之後 後來回到我們多媒體部門做這件事情 那 其實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就像我剛剛講的 這是一個這麼高壓力的工作 那你怎麼去呢 你為什麼會被錄取 我到現在還不是很確定這件事情 老實講 我一直以為是我之前在COSERA當助教 就是你們如果有看台大一門課 叫什麼希臘哲學的話 那門課是我錄製的 那 我一直以為是因為有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才會有辦法去做這件事情 可是我後來我親自問了一下我主管 在我實習接近尾聲的時候 他跟我說他之所以錄取我 不是因為我有這樣子的 video editing的經驗 而是因為他那時候寄給我說 阿希你要不要在禮拜四下午兩點面試呢 我就說OK啊 當然沒有問題 但其實那個時候是台灣的 就是以時差的關係 但是我沒有跟他講一件事情 後來他一直就是在跟我Sky面試 面試完之後 他說他關掉Sky內上 他才想到喔對 原來在台灣是凌晨四點半 他當時在排interview的時候 完全沒有想到在台灣有時差的我 可是他說他當下感受 他就決定他要錄取我 因為他在整個面試的過程中 沒有感受到我有任何疲憊 而且我是非常熱忱在回答他的每一個問題 可是他說他可以想像 就是準備面試已經是一個很煎熬的事情 然後你還要一直矮到四點半 然後你精神又超好弱的時候 他說在那個當下他才發現說 這個女生一定對這份工作非常熱忱 而且他是well prepare準備好了 所以他說他之所以錄取我 不是因為我過去的那些video editing的經驗 或是跟多媒體相關 其實我是個文學院整個系的學生 但是他當下就突然覺得說 我在這個女生身上看到我熱忱 對我來講這就是最重要的那些小事情 其實有很多小事情 大家都覺得很理所當然 但是當你把他做好的時候 你永遠不會知道 他在你的生活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好然後這個是我接下來就是一些故事的分享 就是我在第一次在廣場上銀河商業競賽 為什麼要把他拍下來 是因為那個時候他就是一個小組的報告 所以我們就覺得報告完 就是你當供應商 然後你當什麼中間什麼 然後大家去比購學比賽 結果我們老師直接拿出200美金 然後就說那我就分給100 然後分給100 所以贏的人就可以200公吃 就是那個真的是你的revenue 然後我們就現場分錢 就我們獲勝了 就是非常開心的一件事情 然後這是我人生中辦第一場國際性安全會議 這是我們公司最大的一場會議叫GSF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整排的攝影機 如果你有看到 都是記得的媒體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自己主辦一整個panel 然後我非常非常的緊張 但是那個時候對我來講 也是一個非常大的收穫 因為他已經接近我實習了尾聲 所以對我來講 他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考驗 就是我最後終於把這件事情完成了 然後就是我做社區服務的時候 就是我那時候跑去做社區服務 然後我就組了200多人的伙食分送給街友 然後我記得我那時候包製削瑪麗薯 我就削了在騎拔袋 然後削了整個手都 就整個都紅腫這樣子 但是非常非常有成就感 然後這是我那時候跑去 就是我是正常那個 就是 我那時候跑去Color Room DC 然後跟我朋友就是一群朋友一起去 然後我去當攝影師 然後這也是另外一個故事 就是其實我那時候接下了一個 media and communication的案子 然後我要在DC的街頭辦一個攝影展 然後這也是我單純就是一個衝動就去做 因為我之前也沒有任何這樣的經驗 所以我那時候就自願去參加非常多的活動 然後當大家的攝影師 然後後來這張比賽 這張照片 是我那時候在Color Room的party正中央拍的 然後後來這張照片有得到 就是我們實習機構的攝影比賽的獎項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也是個收穫 就是你去做就想不到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你之前也沒拍過照 你為什麼就就摸一下去做這件事情 可是你去做你就發現這是一個很大的收穫 好 所以我最後想要講的事情是 我覺得我當時在去的時候 受到很多人的照顧 其實那個時候我在自己一個人 在決定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剛剛好我在大學最徬徨 然後最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的時候 所以我選擇離開 我選擇離開台灣 只是因為我那個時候非常的不安 因為我不知道哲學系的選擇應該做什麼 我不知道我能夠做什麼 那那個時候我就覺得說 OK 那北季的改意了我要出去 那那個時候當我看到有這個實習計畫的時候 我就上網查然後發現就完全沒有人分享 然後一點一點就是蛛絲馬跡都沒有 然後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只有一些管院的學生 可是他們那個管道跟我們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等於是得自己用文學院的學生 用個人申請的名義出去 所以我那時候非常非常緊張 但是我覺得我在這條路上受到很多人的幫助 所以我希望跟大家分享這些故事 是因為如果這些故事有幫到你們的話 哪怕只有一點點 我覺得都會是一個很好的傳承下去 就是大家不要對自己就是忘記 就是我們那時候一個BBQ Party 對 然後各國的人種 反正我覺得大家對自己有信心 就是很多時候你都先去做那件事情 然後嘗試 然後做一些很了不起的事情 我先往回看 那個時候我在美國稍微不少錢 就老實講 然後我變很省 我每天都只是一餐 老實講在美國的時候 那在那個時候 可是在那樣的生活裡面 我覺得我得到的東西才是多太多了 就是我見到這一些人 然後我在這些的各國首相也好 政治人物也好 或企業組身上學到了 真的是sub skill 的東西 就是那不是一個硬實力 可是你實際跟他們接觸之後 你才發現 啊原來這樣子是更有效率 原來這樣更聰明 原來這樣會讓人家知道說 他更照顧到每一個人 例如說像我當在訪問 Virgin Group的老闆Richard Branson的時候 他一進來那個攝影棚 他跟每一個人握手 其實那個攝影棚裡面 有三個是實習生 可是他跟每一個人握手 然後問他你叫什麼名字 喔你叫阿琪 你好嗎 你今天好嗎 你為什麼到這邊買 他花了這樣的時間 可是你知道他時間有多珍貴嗎 可是他卻做了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這就是sub skill 很重要的東西 好 不好意思 我拖到時間了 然後感謝大家 希望大家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可以在等一下break 之外找我